名书记第六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无论男女 如果许了特别的愿 就是拿希尔人的愿 就要离俗归耶和华 他要戒除淡酒和农酒 淡酒做的醋和农酒做的醋 他都不可喝 不可喝任何葡萄汁 也不可吃鲜葡萄或干葡萄 在他离俗的日子 葡萄树上出产的 无论是葡萄盒或是葡萄 都不可吃 在他许愿离俗的日子 不可用剃刀剃头 他要圣洁 直到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他要由他的头发长长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不可走近死人 他的父母、兄弟或是姐妹死了的时候 他不可因他们玷污自己 因为离俗归他神的记号 在他的头上 在他离俗的日子 他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如果在他身旁 突然有人死了 以致他离俗的头被玷污了 他就要在得洁净的日子剃头 就是在第七日剃头 第八天 他要把两支斑鸠或是两支锄鸽 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支做赎罪祭 一支做凡祭 为他赎那因死人而玷污的罪 他要在当天使他的头成为圣洁 使他重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 又要带一支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千计 以前的日子无效 因为他的离俗被玷污了 拿歇尔人的律例是这样 离俗的人的日子满了那天 人要把他带到会幕的门口 他要把贡物献给耶和华 就是献一支完全没有残疾 一岁的公羊羔做凡祭 一支完全没有残疾 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祭 一支完全没有残疾的公羚羊做平安祭 一栏无效调油的细面饼 和抹油的无效薄饼 以及铜线的宿祭和电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些贡物 又要献上他的赎罪祭和凡祭 他又要把那支公羚羊和那一栏无效饼 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 祭司也要把铜线的宿祭和电祭献上 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 替他离俗的头 把他离俗的头发拿去 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 拿西尔人替去了自己离俗的头发以后 祭司就要取那煮过的公羚羊的一条前腿 又要从篮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 都放在拿西尔人的手上 祭司要把这些作为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些做摇祭献上的胸和做举祭的腿 同为圣物献给祭司 然后拿西尔人才可以喝酒 许愿的拿西尔人的历历是这样 他献给耶和华的贡物是照着他离俗的愿 不是根据他手上所得的 他怎样许愿 就当怎样照着离俗的律例而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 赐你平安 他们要这样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为他们祝福 好 好